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大家都很尊敬选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一次在西洋红活动 我就赞 吃鱼就点了个赞 就把这个视频高高兴兴地给选读生提出来 选读生面就 我就说呢 吃鱼比吃肉好 中等关系就危险了 有人认为呢 吃现在的鱼呢有毒 还是有毒 或者是也有什么 出现什么吃鱼的不好的现象 但是总不来讲 从医学上来讲 老年人呢 吃鱼容易消化 鱼的鱼蛋白是比较容易消化的 炸鱼呢 就稍微差一点 但是它去那个腥味嘛 我是在海边长大的 所以不管是从台湾也好 香港也好 深圳也好 都在海边 所以呢 吃这个鱼呢 比较多一点 这个也不是什么 今天吃鱼我也很高兴 我本来明天呢 说天气冷就不去了 我本来明天呢 说天气冷就不去了 但我今天 刚才看的这个 显天生这个 这个通知 明天是什么 葱 牛 鸡 炸鱼排 食菜 这就和那个 上个礼拜四的 和那个差不多 和那个 西洋红吃的呢 差不多 我就 我这个人呢 就有点残猫一样的 那我就再去一趟吧 再去一趟 那那个 星期四呢 人家这个 清宗吃 也说是同样的那个 这个 塞鱼 我也很高兴 那我星期四我还要去 星期四为什么要去呢 因为我答应你 星期四是答应你 人家的 所以那个 星期三呢 明天这个时间 我可以不去 因为我也很忙 我准备写些东西 特别我这个 我今天忙的一天 我这个 这个 这个 打一个包 还没打完 我这个 办手里的这个包 还没打完 所以我心里呢 明天就有点发毛 因为我今天事情没办完嘛 时间就是今天 我这个人 你就讲这个 那个 看有时候也开玩笑 但我这个时间抓得很好 有些时间呢 浪费时间就容易浪费生命了 我那个 今天呢 我在那 大家 大家可能看 没看到这个 我 为什么呢 我这个 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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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脏关怀呀 心脏中心 在心脏中心呢 画了一个心脏 这是一个心脏 这是一个血管 我的血管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呢 架了个支架 还有在这个地方 架了两个支架 架了这个两个支架呢 我应该说是应该收敛一些 一再 那个 太猖狂了 当然会有时候 再出现问题 再加一个支架 再加一个支架 这样就不好 但是呢 活动里没有人 也有好处 对我来讲呢 就是不能过量 所以呢 所以我呢 还是 我把我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身体情况呢 告诉我一下 川普 因为 所以我就把这个 这个 送给他 然后那个 让他就说 我呢 有点 这个 我虽然比特朗普 年轻的 女最半 但是呢 我的心脏不太好 但是我呢,表示呢,鞠躬尽瘁。苟立中美的关系呢,生死瘀,其不会因为一点小事,或者受了委屈,祸福必趋之。苟立国家生死瘀,其因祸福必趋之。 我是不怕这些困难,孤单,孤独也好。所以呢,我会帮助川普来解采采访问题,也帮助川普这个中国党主席呢,那个职女呢,又给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希望我能够在马里兰地区呢, 没,共和党呢,将来这个参选竞选呢,做一些造势的活动。我呢,这个人呢,这个英语就比较差一点,这个出面讲话我倒是不怕,但是讲汉语这个,我是倒不,实在情书都不怕。 但是呢,讲汉语上我就差了一点,自谈呢,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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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不足够比下,也不是说,我只能够妈妈得,就是只能够应付一些生活上的小事,我还觉得它基本上就可以,但是真正要是,嗯, 特别是一些政治话题啊,这个演讲,我这个人呢,我就在中国大陆,害怕谈政治问题。我就是一个企业家,职业经理人,就是讲着怎么样给企业赚钱,公司盈利,把大家人事搞好,把教育培训搞好。 但是呢,在这个方面呢,我,我那个,我呢,确实是,是很,很,很,很幼稚的。大家这个,也看到我这个,我在华美当中软件。但是我有个想法呢,我首先呢,我要,我要,我要,我见识,华美,华美,这个老年学会出来的人,我也,那个,那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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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这个就像当官到基层去走基层一样 我本来就是在马里南达尔斯坡压子糊子里住 我的基层本来就是压子糊子里 但是为了给自己造点事呢 我也就跑一跑吧 法美这几个五个社区 我希望能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我今天到长乐社区 我感觉大家对我还蛮客气的 我今天是那么的老顽童一样的 大家对我还是手下留情 刀下留人 所以把我给弄了 本来我是想着破罐子破摔 结果大家对我还挺呵护的 受宠若惊了 受宠若惊的情况下呢 我本来明天说收敛一点吧 这叫做后退一步海阔天空 明天不去的 这叫做后退一步海阔天空 另外呢 我也是小李啊 小李啊 也做了个哈勒林里的视频 也给他看一下 这个 没关系了 明天我再去 再辛苦一下 再跑一下 我呢 我在这里呢 我这个邻居呢 我这个关系也比较好 楼上楼下管理处 那个董事会大 他们都管理比较好 今天呢 我就给我们这个邻居呢 拿那些 我太太在地里种的菜 就给他们 我们是同一层楼的 那个 原来他一个 就是搞的 也是服务员嘛 那么他 你感觉 李青人一众嘛 君子怀德 小人怀利嘛 大家 老百姓都讲的一个民意示威篇嘛 所以说 我就把这个 把一些菜 蔬菜给他们 莲花白呀 还有那个 洋葱啊 还有那个 一些水果 这就是 搞好邻居的关系 远亲不无近邻嘛 所以邻居的关系呢 我会处理得比较好 我这个人呢 是一个 脚踏实地 干事儿的人 我不喜欢 这个 这个 就是 帮拿文评啊 这个评论文评啊 这个 不妖之上 或者 我是个大学生 我是个研究生 就是这种 我看你的办事能力 你办事能力啊 不行的话 你的大学生 毛泽东以后就说话呢 你的大学生还不如个老百姓 不办事 精明简正 就是李李明提出来的 所以呢 像这样呢 我也会 我也是在这里呢 我有一套 一系列 我们就搞 搞这个企业管理 叫系统论 那系统论 和控制论 所以呢 我就那个 把这个 把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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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教育啊 就懒人才啊 要提供了两个 双倚地 的懒人才 第一个引进呢 就是中国大陆的人才 第二个呢 就是台湾的人才 美国都应该把他吸引过来 遭相纳叛 不愿意在大陆呆着 或者 从大陆的 本来也在居民 就像李明提一样 这样的 挺好的 就这样 自己犯了错误 呆不下去了 那 不要 奸脾悬前 美国都把这些人才 都把他收拢过来 这个呢 就是 就是 定用这个 剩余价值 编辑效应 能发挥作用 为美国的 建设美国来发挥作用 所以呢 我想 我这个计划呢 是比较具体的 有一句话说呢 行胜于言了 就是 行动呢 就是 一个行动呢 比一百句空话都讲 来了 所以我 光有行动还不行 我必须从我的身边做题 从我身边的小事做题 从我给大家造的每一张像做题 从我给大家 参加的每一个活动 尊重的每一个人做题 今天 咱们这个张克英就说 我的心心开阔 像大海一样 他说 我不会计较任何人对我的那种热讽 流言飞语 我说 你才说对了 我别的全身都是缺点 我就这么一个缺点 您肯天下人复国 大海能复天下人 所以呢 为了复 你看 显先生啊 我看显先生这个 出这个告示呢 实际上是给我一个面子 我觉得 他出这个话 有这个鱼牌 我相信呢 大家有很多人不愿意吃鱼 但是 但是有这个葱油肌啊 也很好 但是为了给显先生 因为显先生听了我这个 建议呢 我就很受感动 所以我一定要给显先生呢 这个面子和脸子 理智 我明天去 就冲着这个显先生 帮我这个为人民服务这个精神 我觉得明天还要去 还要去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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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伯康匹啊 就叫了 就叫了 就是小李子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参加活论 跟大家玩一玩乐一乐 今年我也是出了一生的大汉 虽然呢 大家有点像小丑一样 但是我觉得 收获蛮大 这个基础呢 这个基础呢 就是我在 就是我在华美这个群众基础 比较牢靠 我自己感觉啊 就像个老大哥一样 人家都让着我 兄弟姐妹们都让不我,让我三分,所以我就不好,以老卖老,以后就要收敛一点。 就是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嘛。我这个人比较愚昧一点,总是按照一段,就在那个时候,江河说我这个太老顽固,有点儿顽固一点,老人家们都有点儿顽固。 所以呢,适当地放松一点,然后适当地收敛一点。有收有放,将来人才走得宽嘛,路才走得宽。 反正总而言之,大海呢,因为在华美呢,就会把华美的激情就点燃起来。 华美呢,也会因为有大这么一个人而骄傲。 就像是西北大学一样,西北大学有礼业,有大大,有大大。 就因为他们有骄傲。还有一个王岐山,就我们学校出了这么三个人。 就是大概这个当今时代,还出了一些其他的一些人。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是熊木不可遼野了。我今年七十四岁了。 七十四岁了,然后以后的路不多了。 现在就是在纳族,内族低进内屎肝。 所以这个风族残眠了。 那么就跟大家一起走进西洋,过好每一天。 这个就是最大功夫。周伟一还邀请我去看看到达的枫叶。 好啊,我有时间我也去看一看啊。 总而言之,马里兰这个地方呢,我有一份责任。 把马里兰呢,建成一个新的马里兰。 我今天就给这个第二次坡的那个市长提了一些建议。 我说那个老电线杆子,在马路上像蜘蛛网一样的,是不是能够撤。 将来,这个在将来啊,有这个,有这个,有这个,有经济条件搞机组建设,把这个列进去。 有这新的地方呢,已经看不到那个,在马路上那个蜘蛛网了。 这不是有一首歌吗,那个拉萨那个,那个逛拉萨吗? 女儿嘞,慢慢走,看看拉萨新年吗?就是那个。 那个歌里就,电线杆子,我们就现在就。 现在,现代城市已经很少看到电线杆子。 从我们今天,还能看到这个电线杆子。 不过但是看到,在美国还有很多很多的电线杆。 很多很多的那个,出出往这些,这就很落后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给他几个建议。 另外一个,摘树的问题。 我是一个滋养厂的厂长。 我对这个人与自然的核心啊,非常重视。 我原来给那个奥巴马呢,提出一个在那个, 在那个,建法中间,它是在丢成八成。 那个建设那个,建设那个,建设那个, 建设那个,建设那个, 建设那个,三百棵梅花,梅花树。 因为中国的,就是象中的,中有之间的有名嘛。 梅花是中国的国花。 不管是国民党也好,中国,南京也好,大家都喜欢的梅花。 就是有一首歌嘛,叫《梅花》那个, 对吧,就是有这么一个歌。 所以大家一唱,整个人让让上考。 说起来,今天我还有一个课,晚上八点半。 现在八点了,再过半个小时,我要上课。 就上那个,生菜的课。 我昨天呢,昨天做了一个视频, 马上我有两件事情,今天晚上。 一个做一个天方夜谈的视频。 天方夜谈,每天一个视频。 这个我已经做了,我昨天已经开启这个活动来了。 就每天我在这里做一个视频。 就和另一个视频方式呢,用Facebook呢, 就和特朗普啊,和共和党啊, 共和党呢,经营一个互动。 我讲我的一切看法。 我的想法。 我将来对拜登那个, 处理这个问题的出现的问题, 和中美关系呢,是这些问题。 因为你只有把握时局, 才能够跟上这个时代的脉搏。 将来, 特朗普这个竞选的时候, 我们才能站着肚脚, 能够团得起, 唤起民众, 才能够把这个, 把这个队伍组织起来。 原来, 共产党呢, 叫支部建在链上, 我们就是建在社区。 共和党呢,就建在社区。 在社区的每一个, 每一个社区, 对华美呀, CDCC呀, 然后, 像我们这个, 沃森党内亚, Tower这个小区呀, 社区呀, 利用这个社区呀。 我既然生活在这里, 我就将会成为这里的一个, 活跃者。 不是一个老丸子, 而是一个为大家, 跟大家交朋友。 就像一个种子。 今天, 今天是给我一个那个老陈, 咱们那个广东人, 那个老陈呢, 叫刁生他, 然后给我两个, 六个那个, 芦荟的苗。 我拿回来, 这个, 利红那里边, 还有那个101的人又要了一份, 总之, 拿回来就送两份了。 那么, 我也是, 将来也是, 跟大家一起。 我觉得, 大家有互动啊, 有交流啊, 大家才有, 有交集啊, 大家才能够, 大家才能够, 互相理解, 理解万岁嘛。 那个, 姜河他说, 就私了要把我们陷在一个小的圈子里面。 我觉得这个有点必赛。 不适合, 我这个人不适合这样子, 在一个小圈子里, 搞小工作。 我是启用大工作, 大工作。 不希望能够, 搞拉小圈子啊, 拉到开心啊, 这个山头, 那个, 这个山头, 那个山头, 这个社群, 那个社群, 我不希望这样的人。 啊, 台湾那些人和大部分人, 都是, 都是中国人嘛。 啊, 大家, 越南人也好, 干什么人也好, 华人也好, 大家对于我都同意好。 啊, 也许是, 我这个, 是台湾生人的年纪, 也许, 有人认为我是在, 在那个, 新政府工作这个, 这个, 本身也是一个, 既是南方人, 又是北方人, 又是改革了的。 所以呢, 对于各方面, 路子比较一远。 这个呢, 其他的呢, 这些呢, 也是优点, 也是缺点。 缺点就是, 要太张扬。 改革开放呢, 就是我们那里, 一开始, 都是很张扬。 一个, 从舍口工业区, 都是工科出身的人, 都很张扬。 啊, 这个是我们一个, 一个毛病。 但是, 你说有, 这个毛病有时候, 有好处, 那个, 邓小平就说, 看准的, 社会人的看准的事情, 叫敢于, 啊, 去冒险, 敢于, 敢为天下先。 大家从我身上, 可以看到, 中国改革开放的, 开放牛是什么样子, 啊, 深圳人是什么样子, 啊, 改革的那个, 排头兵是什么样子, 今天是老了这个, 这个江山易改啊, 秉性难移。 啊, 现在的时候呢, 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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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在这个, 提救命不是说我呢, 别干了, 会不会说, 哎呀, 跳跳舞唱那歌, OK了, 怎么老了呀, 让年轻人去干吧。 我呢, 我知道我老了, 他们都知道我是招老孩子, 老运工, 但是我觉得呢, 在某些地方上, 你说我今天去活动, 我觉得我又年轻了, 啊, 有所歌不是正当我们, 正当我们, 嗯, 年轻时吗, 啊, 那个, 那个不是那个, 挺好的吗, 西洋红不是, 还有一个在唱西洋红, 都在谈这个时候, 就是要, 不要把自己啊, 看得很老, 就看得见, 我这个人就没平平脸, 厚脸皮, 啊, 就像那个谁说的, 我这个人就是, 心大, 嗯, 叫大凡的, 我其实, 我小时候人家光叫小凡, 后来就是那种大凡。 今天就, 谈到这儿, 反正明天我去一趟, 啊, 去的主要是, 得显先生了, 啊, 一个, 感谢, 报恩, 这感恩节快到了, 因为我提出这么一个建议, 显先生清了, 尽管很多人不愿意, 啊, 我也给显先生, 称赞赞, 用台湾的选举赞赞, 啊, 我在蔚来呢, 这个蔚来的生命里呢, 也就是给共和党赞赞赞, 对特朗普赞赞赞, 如果我都有一些议员, 这个, 嗯, 有什么一个idea啊, New Concept啊, 能够能够有什么新意, 我在深圳的建议啊, 或者我在华民这些实践啊, 你看上次照相就几个实践,就体现了我们这个,先摸着石头过河,搞一个试点,树立一个榜样,然后其他大家跟着学。 这就是中国的改革客房的经验。我在这里也是给大家闯出一段路,大家也可以跟着我学。老人家不要把自己以老卖老。 老的时候就拿雪山了,人也不能走,路也走不动,歌也不能唱。 这不是谁那个,他那个电视机有个什么片子,咱们那个华美的什么燕子啊,什么那样的跳舞,就像那个小姑娘一样, 那个浪漫青春的那个小姑娘,那边一大堆那个招老婆子在那儿坐天,聊天,动也不想动。 一个比较,一个比较,有比较就能见过。 所以说我也希望大家都能像燕子一样,追起来,顺念。 所以说,人都是三位心者必有我是。 就从别人身上,我每天都看到别人的优点,能够从别人身上得到自己精神和学习的力量。 我今天就是要把那个梦园,我之所以今天大家能看到一些跳舞。 一个是梦园,一个是罗平,他们一个示范动作,给我一些启发。 我都平常没跳过舞,大家就像那个,就像我都没有舞蹈细胞的。 结果呢,我就跟着跳,我就跟着这个硬着学,就像我那没有发生性。 我就在这儿,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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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主要是自然一点,大家可能会觉得大海这个人不是空谈,不是那个那个,是街震的那个马迹,是能干事的人。 能干事,你看我照的像,大概每一张大家都满意,这就叫,无责任。 另外一个,我爱你,我把你们看成我的四海之内几兄弟,我并没有把你看成是我的竞争对象。 哪些是义工,哪些是正牌军,哪些是张家军,张秋发手下的义工,正是义工。 像我们这个正牌呢,又是只是照照相,就是义鸭子,我们就是义鸭子,放个疯,露个脸,就是像一帽和泡,就是这样的,滑顺取宠的。 所以呢,就漂亮小丑吧,所以呢,大家呢,也不要见怪。 多了也不行,一两个还是,有一个一,这个华美有一两个的大,还是蛮好的。 大家觉得呢?要不然我们在那,就跟那个梁老院,你看他那个那个,到你其他的身心身上, 一个老人坐在那里,就等什么,就口水都流往下流,对不对? 我们在那里,坐一会儿就打盹。我们这个社区,华美不存在这样的身上,所以我就不愿意,将来老了我也不去那个, 我就死就死在这个家。我跟我女儿说的,这个房子我不卖。 不管,不管将来是到哪儿,就是特朗普的一个团队需要我工作,我也,我也住在这个房子里。 就当一个国务卿也好,有一个特使也好,我还是住在我这里,我也不需要其他地方。 当然,我最初的理想就是做一个美国的公民奖的公民,现在不一样。 现在的公民奖的公民是我迟早都可以得,是垂首可得的事情。 现在是需要我能够发挥我自己的光客日,把马里兰地区这个,变成一个特区的重点。 就是变成一个深圳,变成一座广东。 变成一个,我在这里呢,起到一个,还是起到当年,在改革开放期的开放流。 就提出时间就是今天效益,就是生命口号里面。 那个大海长长,我想我能做到。 我已经有了这个系统的打算,我已经有了这个安排。 另外我也会利用这个影响,我可以出使,帮助美国去出使大陆。 然后,红南海,国财办公民。 因为国财办公民,2007年我在这里,全部人把我都见了。 我在那儿发表了一过两次,不能解释什么问题。 大家都为之一阵。 后来我也在这里见过什么其他的,所有大陆的两岸的关系的学者, 台湾的学者,三民学会的学者,还有初祖会。 南宁的也好,方府军校的也好,这些都有我的足迹。 我也都是他们的会员。 我相信我在华府也能说服台湾,所有的台湾人,也能说服所有的在没有到台湾来的绿营的台湾人。 他不行就到美国来嘛。美国是一个按照台湾关系吧。 你不当中国人呢,你可以当美国的这个难民呢,你可以把你收留下来。 你在这里接受一下,看看这个,美国是不是可以搞台独? 美国是不是可以搞一个马里南州或者罗多岛能够搞独立? 经过事实的这个教育啊,这些绿营这些人啊,他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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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然到了美国来, 那些警察就,那枪就,那一眼不像大陆的人,还跟你来他们会台政策。 去求吧。所以说,你不能什么,不老老实实实, 这就是你贵贵的老老实实,这种法律。 你也超越了,你得搞这个台湾,这个, One nation in the list, it's just for all. 这个国家的,这个,美国国家就不允许你什么样子。 这是林肯以后,南美加东以后,美国内的规矩,这是宪政。 所以说呢,在台湾,台湾问题上,台湾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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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薪的问题上,工薪为上。 不是那个杜博早上有句话吗? 不审视则宽言结误,能工薪则反撤自消。 大海就是能工薪的人,大海能帮助特朗普来工薪的人。 我就是将来是,我的目标,我现在的身份,我现在的角色,就是特朗普,特朗普的助理。 我原来在首口的时候是总经理助理,就是美国的总经理助理。 原来在一开始去的时候,我就是第一家中二货资厂的厂长在于德海。 后来他甚至是市委副书记,还是组织部部长,后来南山区区委书记。 我就是他的助理。我在国做具体事情。 所以我在这里,我不敢说我在华美我不可以。 我也没兴趣,我也没那个精力,成为张修发或者张明的这些助理。 我只能做好我自己。 原来呢,小时娟呢,办那个什么趣味论坛的时候,我发表了一个话题。 就是做一个合格的美国,新美国华人。 这也是我给小波斯提出的一个规划。 就是新美国人,新美国城市,新美国形象。 我现在,新美国人是从我在华美中做起,从我华人去社区,从我身边的人做起。 所以新美国城市呢,就从Garrett Sport,马里兰,还有那个什么,那个,那个,那个,这个,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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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港,那,什么港来的? 我這個人的記性不好, 咱們馬里蘭最大的那個港叫巴爾蒂摩卡, 真是,這老是完蛋的,所以我這個老胡不老糟糕了。 就這樣,我還沒吃飯,我就再做一個視頻,謝謝大家。 我這個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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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個人